放眼望去 原本水蓝色的基隆岗 变成一片土黄色的泥水 还出现不少垃圾 因为我每天都在看 今天好像海水特别的黄 然后有土色 今天第一次 而且早上还没那么深 现在好像比早上还多一点 当地居民也是头一回看到 原来是因为大雨来袭 河水夹杂土石泥流 直接冲进基隆岗 才会成了这副模样 我们基隆岗最主要有三大水汽 这雨就像是用道的 跟台风有得听 光是周四一整天 宜兰基隆的累积雨量 已经超过400毫米 台北阳明山晴天高 截至晚上8点 累积雨量更是高达768.5毫米 考量阳明山区的风况雨势 胡田石校阳明山国小 格志国中以及华岗易孝 已经自行决定周五放假 而基隆宜兰则维持正常上班上课 北海岸以及宜兰 尤其是宜兰的山区 是降雨最明显的地方 而在今天的下半天之后 花东地区的降雨 也会开始逐渐增加 目前气象署持续对宜兰的山区 北海岸地区发布大豪雨的特报 只是台湾还没脱离台美台风影响 关岛附近又有热地压产生 最快周五成台 加上台美台风抵达越南附近时 可能会有回转状况 到时这两个台风会不会产生 藤原哨影 两颗台风会不会有互动的情形 那因为它们移动到 这个热带性低气压 移动到台湾附近的时间 距离现在大概还有四五天以上 所以后续的变数非常大 气象署表示北台湾降雨要到周五 才会有机会减缓 至于下周二又有另一波 东北季风报道 民众得多加留意 美日新闻综合报道